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五年前疫情来的时候 文旦复兴的品牌 当然就没办法做生意了 没办法做生意以后 就想说能干什么 我就到乡下就跟幼农聊天 我就看那些阿姨们 他们用柚子皮在做这个洗手乳 那我就觉得说在疫情的时候 你看这个柚子的味道 这个防蚊液 防蚊液 这个也是用柚子精油做的防蚊液 那当时就是想说 他们有很刺的味道啊 对不对 用意就是想说 阿姨们做这些洗手乳 在疫情做这个东西是有意义的 那时候完全不会去想赚钱 你开玩笑你在疫情创新 你还想赚钱 对 我们只觉得说我做这些东西 可以可能 当它消化一些 对对对 然后也许对社会有点贡献 当时有这个想法 做做以后就说 这些东西其实 是以后我们的好习惯 常洗手 所以又做了很多手工皂 你看这柚子的精油 好香啊 真的很香 然后这些都是请农民 让他们有更多的工作 比如说 削皮的削皮 然后要去炸精油 炸精油又还要过滤 什么什么的 所以其实 我们做了这个加工 我觉得 你首先看到的是说 农民有增加了工作跟收入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保存期增加了 对 因为本来农产品 我要跟文姚讲 你一定看到很多 台湾的农产品的问题就是 台湾倒小小的 对 那所有农产品 全世界有名 但是他们的问题就是 一起开花 一起结果 一起成熟 一起涌进市场 然后一起 就会竞争 最后卖不掉 因为产量太好了 对 那这个时候就是靠 这个加工 它就可以增加保存 比如说 你把这个 凤梨做凤梨干 做凤梨酱 你把芒果做芒果干 做芒果酱 那你把柚子做柚子酱 甚至于做精油 然后做这些生活用 那以前他们 本来是过季 就会抛弃的农产品 中秋节过后 没有人吃柚子 没有人吃的柚子 就拿来加工 加工了以后 就像今天你们吃到的柚子酥 当然不是今年的柚子 中秋节还没到 没有柚子 你吃的是去年的柚子 去年的柚子 但是它加工了 加工过 而且果酱放的月酒味道更好 我刚刚PK了 宏廷的凤梨酥 对上 岳其兄的这个凤梨酥 对不对 是 我现在来PK 岳其兄的牛渣糖 PK加饮的牛渣糖 我们的 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 一个是糖 一个是线 洪廷你讲一道菜在哪里 你刚刚我吃它 有吃它的 然后你又吃一下瑞奇哥 对不对 至少差别就是有柚子皮在里面 对 我赶快先讲出柚子 刚才挖了一个洞 好害怕 我也好紧张 因为这高手在我的柚子 不用想说 至少我有柚子皮在里面 用柚子皮 因为就是把柚子皮做蜜餐 再放进牛渣糖 它的味道的确很强烈 可是就像您刚刚说的 它的牛渣糖 跟你的牛渣糖 口感就真的是不太一样 对 它其实口感是更迷人的 我觉得我的牛渣糖做的比较硬 然后也许是 你的比较传统口味 一般大家吃过牛渣糖的味道 对 可是它厉害的地方就是 它把在地的原料 就把它放在里面 它那个口感和果真 不会给别人 就是它的独特的秘方 我会给大哥 可是我觉得大哥最棒的一点就是 一年会买掉400吨的 他说的 他会把他的秘方给你 是 签约了 400吨的 那再请你帮忙也帮忙 因为我们买了很多柚子 其实皮都有用到 做精油 一颗柚子挤出来的柚子的精油 只有一公克 它不是柚子汁 我是说柚子精油 就是你在剥柚子的时候 喷起来会眼睛刺刺 所以一颗柚子就一公克的精油 所以它用了很多皮 我们的肉用不完 也许我们有机会合作 做了更多柚子饼 没问题 把果肉做成果酱 我觉得今天好像大家就彼此在做代工 显然是合作 然后彼此给一些配方的调整 这是最好的方式 对 不过说这 节目音乐响起 这是什么意思 就代表我们时间已经没有了 真的啊 不过今天真的很开心 很开心 我们聊得很开心 这些都没有顺过的 我觉得大家真的都是好朋友 佳颖的牛扎糖 那个馅料真的厉害 真的厉害 那是打扁天下无敌手 然后刘大哥在地方结合时 才混真的是令人感动 然后那个设计师真的很会做那种送礼觉得 很想要拿出去送礼的 不只设计也是实力盘 都做很好吃 其实很好吃 今天设计三位来宾来 谢谢 我们一起让台湾的美食发光发热 是 在武藏杯讲话呢 这个不行 你快stay tune吧 这是手工罩 这是手工罩 所以大家一定要赶快去花莲港育台东 这里是水桶 三位 寻些补所